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在飛 沒翅膀也沒所謂 舞力早已經違背 只要他幾句安慰 一點慈悲 久情的後悔 從小的自卑 馬上就不一而非 可是你也明白 如此下坠 會有多粉絲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最好帶走的一定更多 你為何 願意為一秒飛翔 余生在墮落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泛溫 我有什麼花火 不是再一生一生就散落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泛溫 我 誰不濕手緊折磨 沒問就 尋找快樂 你沈默 我 快點 我愛情 妳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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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可能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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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吓死姥姥了 姥姥 哥 姥姥在这儿啊 安静 姥姥在的啊 我妈 我没事 姥姥 孩子醒过来就好啊 别难过了 爸 你别担心了 我已经看过报告了 一切正常 已经脱离危险了 安静啊 你很勇敢 但是你把全家人都吓坏了 对不起啊 我以后再也不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了 我妈呢 她回去了 是啊 你妈回去了 她看你情况稳定下来 她才敢走的 她 还在生我的气吧 别瞎说了 你昨天失血过多很危险的 是你妈给你收血你才撑过去的 她有点累了回去休息一下 晚点再来看你 妈给我输血 是的 你妈知道你受伤了她很着急 她一边给你输血她一边还哭呢 妈 你太夸张了 我什么时候一边输血一边哭 瞎说 妈 你看看你的脸 白得跟鬼一样 这么爱逞能啊 你是无敌金刚 人家手上有刀 你就拼了命往上冲 害全家替你担心的 妈 谢谢你 还跟我说些 不用谢我 下次你再为了不相干的人拼了你的命 你看我管不管你 你嘴还硬 说是回家普教 竟熬了汤给闺女送来喝 你既然如此 你就不能给闺女说句好听的 行了行了 人都醒了 你们还围在这儿干吗 妈你也守了安琪 晚上回去休息吧 小刚 去送老王跟陪爷 那你呢 我留在这儿陪陪她 你昨天才吃了血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你去忙吧 快去 妈 那我下午来换你好了 安琪 多睡会儿 姥姥 可以 走吧 好好 去吧 乖啊 妈 你慢点啊 好 是 好 伤口还疼吗 我把你炖的这个汤 对伤口最好了 得要几天才会好 你多喝点 喝碗了再休息啊 来 烫 烫 烫 小心 我才说小心烫啊 来 怎么了 你不舒服是不是 妈 你上次这么对我的时候 还是我小时候发高的时候 我已经 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妈 谢谢你 我来 喝汤 你烫好 哥 下边 下边 文文 你下午记得帮我把考试笔记带来啊 我可不想诸考挂课 知道啦 哥 左边你 左边 嗯 不是 右 右边一点 你分不分得清左右啊 到底还是左还是右啊 右 别动 别动 你是不是看我身边故意欺负我啊 文文 你来吧 不行 我手脏 这次安琪的事情 你专程从县城过来 还特意跑一趟 听说警察已经抓住了歹徒 安琪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我听小飞说 最后还是敏娜给她输的血 敏娜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她已经把心结给解开了 怎么可能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安琪的真实身份 这次对敏娜来说也真不容易 我倒希望她真的能够放下 可是 太难了 那你呢 你放下了吗 你跟敏娜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大一部分 你也想吃到不复权的 你这个人 看到了不复权的 甚至看到有荒聚 我们不断冚 没有这么摁 我让这个事情 都会里面 我没想到 那么是 你过去 找我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陪安琪去吧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怪怪的呀 哪有 你想多了 你和我哥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去江海的这一天 发生点什么 哪有 你想多了 明明就有 这两天只要你在 我哥就怪怪的 真的吗 说吧 什么时候 把我哥的芳希俘获的 有那么容易就好了 别担心 万里长城总会有走完的那一天的 我听你啊 在一起有人给你留的东西 考试笔记 谁这么贴心啊 你让李津送来的 没有啊 我还有没有来得及跟他说呢 是一位新高的先生很帅 高飞 高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只是觉得原来兄妹有问题 那个金晶一直对安琪抱有敌意 如果我能早点提醒她的话 也许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什么意思 安琪受了伤 金晶却和没事人一样 原来口口声声说喜欢安琪 可是显然 她觉得受了惊吓的金晶 比安琪更重要 总之我觉得 安琪受伤没有那么单纯 你的意思是 安琪受伤是金晶故意害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会查清楚 有结果了 告诉我 原来啊 她不在 我知道 那你还来找她 我听说她是 你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我了解一下 原来哪里是什么首席设计师啊 她只不过是一个 陈天祥往上爬的小助理 给总监打杂的 打杂的 不会吧 不会吧 我听说她是名牌设计院校毕业的 什么名牌 她哪个学校毕业来着 彭州市设计专科学校 三流都排不上 彭州 先生啊 你如果想找设计师的话 让我们总监给你推荐一个呗 原来她不合适啊 不用了 我下次再来 嗯 队长 美女 你知道原来家政的吗 你稍等会儿我帮你查查 那 就这儿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你啊 我们公司可不允许接私伙 如果你非要原来给你设计的话 必须得通过公司 不然 她会被开除的 谢谢 我会记 安琪 你知道吗 我听见你生病了 住院啊 我可担心你了 要不是飞机她妈妈 非要说跟我们一块儿回来 所以我才回来晚了两天 哎呀 你知道吗 跟她妈妈在一起啊 真的是好拘束的 哦 对了 她妈妈说了 吃维生素E呀 可以帮助伤口妇人 我给你买了 我可以全了 哦 你刚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买了维生素E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还不舒服呀 没有 哦 对了 我刚才啊 在门口看见了一个女孩 然后她给我那些东西就走了 什么东西 应该是一些什么营养品之类的东西吧 哎 不过很奇怪啊 你说来探病怎么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呀 也许是 晶晶吧 晶晶 是你为她受伤的那个晶晶吗 对 你都为她受伤了 她都不亲口过来跟你说声谢谢的 哎呀 不管她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们飞机的事 你都跟她妈妈一起去旅行了 应该好事将近了吧 哎呀 什么好事将近啊 飞机她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是个蛋糕房的小妹 啊 那到后面知道 岂不是更麻烦 那我们不能跟她妈妈说实话吧 不想了不想了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现在谁也说不好的 哎 对了 我问你啊 你那个 你一看见她就小鹿乱撞 六神无主的男生 她知不知道你受伤了 知道啊 那她来看你了吗 不是 是不是她女朋友不让她来啊 我后面打听过了 她没有女朋友 那刚好啊 赶紧让她来看你 这样的话 正好改改你一名汉子的脾气 装得温柔一点 可怜一点 好 当然了 你现在已经很可怜了 赶紧赶紧让她来看你 我来给她打电话 哎 不要 你不好意思打 我来帮你打呀 明明就知道我受伤了 还不来看我 她说什么 关心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才不愿意打 安琪 丹恋这事一点都不好玩 你知道吗 当初飞机追我之前 我心里边好难受的 所以啊 你不应该学我 在爱情的面前 你应该 勇敢一点 吃饭呀 谁丹恋啊 安琪 没有的事 滚蛋呀 滚蛋 哎 站着干嘛呀 快进来吧 晶晶 没跟着一起啊 晶晶她 她本来想来的 这次不是也受了不小的惊吓吗 她晚上一直做噩梦 我说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吧 散散心啊 那刚才我看到的那个人 不是晶晶喽 晶晶她 来过 原来啊 不是我说你 你们兄妹两个人 是搞什么鬼啊 我们家安琪为了她都受伤了 她进来当面说声谢谢怎么了 逗逗 我又没说错话 那个 我渴了 你去帮我打点水 不去 去 你是不是有话跟她说啊 好了 知道了 你们聊 安琪 对不起 今天她还小不懂事啊 这次你为她受了伤 我心里都特别地难受 原来 其实 我一直想找你聊聊晶晶的事 上次人太多了 不太方便说 你知道 出事那天她跟我说了什么吗 她跟你说什么呢 她说 她希望我消失 但是 永远不要出现在你们两个中间 晶晶她 她怎么会这么想 原来 我觉得 晶晶对你 太依赖了 你是她哥哥 但她对你好像不只是这些 安琪 你说得对 她可能从小就没有爸妈 她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她的唯一 所以 她还小了 以后遇到的人多了 会有个合适她的 那时候她就会变了 也许吧 其实我挺能理解她的 你也知道我们家 从小我爸妈就不怎么爱管我 姥姥疼我 可姥姥一出去旅行 就是一两年 我曾经以为 我哥哥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疼我的人 但等我长大了 眼界变宽了 我就发现 原来 我不只可以依靠哥哥 今天这个问题 我会解决的 其实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 也许啊 是我管太多了 没有 没有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要再休息一下 我在医院待着太闷了 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求之不得呀 走 你今天去医院了 你脑子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在别人看来 他救了你的命 你理所应当去看他 我让你去做做样子 你不去 你现在自己偷偷去 去了还不敢露面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害得我替你撒谎 差点被穿帮了 你知道吗 静静 我跟你说话呢 商场那天晚上你到底跟安琪说什么呢 她开始怀疑我们的关系了 我没说什么 我看了 心事 静静 送 eth Sergio 去llo 去车 小柔乖 攝影 ish 爱 М 我会每天来看一遍 没有忘记你 我会每天来看一遍 不错 恢复得很好 明天可以出院了 真的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妈 我可以回家了 我保证以后您说什么是什么 您要往东绝不往西 话多 吃水果 你哥早就把你心里带回去了 谢谢妈 爸 咱们一起回家吧 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了 再说吧 爸爸明天还有手术 爸 爸 安琪 我公司有事情要马上回去 请假不能再演了 对 你这个假请了确实太久了 可是安琪 我 我没事了 我完全都好了 你别 好了 知道你好了 但您得轻点 知道了 爸 那明天 如果明天我没时间的话 他妈会接他出院的 你安心去上班吧 快去忙吧 别啰嗦了 快去回去 拜拜 那我下班再来看你 都吃点水果 知道了 快去忙吧 喂 文文 今天是周末 应该回江海看你爸妈了 好 笨蛋 我哥现在就要回江海了 等等 等一下 谢谢啊 师父 好 还有点饿食 休息点 谢谢啊 谁 眼睛一睛 没有这个人 怎么会 就是上次道歉案 好 有点 支持 好 不能 不 好 好 老大爷 你刚刚的那个汤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晓鸥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 就给你送一碗汤 你也都是自己骗自己 甚至你 还救了穷人的女儿 可是对你 我却什么都知了不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bbs 也不成了 好 可以 谢谢 我还没得到啊 他不接我电话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好他来接你的吧 爸 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以为他变了 他给我书鞋 给我送汤 刚动完手术动不了的时候 他还给我喂饭 果然 还是我生病受伤的时候最幸福 现在伤好了 他又变成了原来的她 别瞎想 你妈可能是有事耽搁了 我要上台手术 要不你给同学们打通电话 让他们来接你 不用了 爸 原来说他一会儿就过来 你快去忙吧 别让病人等着 行 那你到家之后给我来个幸福 你叫谁啊 您好 我是晨曦医疗保险的 我叫张刚 对不起 我不需要退销 您别误会 我不是来退销的 我是来找晶晶的 她 住这里吧 我们就没这个人 可是医疗保险上 写他就住这儿啊 您看 医疗事故 我家晶晶出什么事了 他是病了 所以您是他的 我是他父亲 他到底怎么了 您别着急 只是我们公司曾经代理晶晶的 医疗保险 现在有业务变动想通知他 可是一直联系不上他 您看 您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屋宿 好 请进 来 谢谢 进入厂 谢谢 这些都是晶晶的 是啊 他从小就聪明 学什么都快 小学 中学 没少拿奖状 那现在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您是不知道他的近况还是 我全都不知道 这死丫头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 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我就当没养过这个闺女 您是说 晶晶和人私奔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可能 不太能用那个词 但是 我真的想知道他在哪儿 用什么词还不是一样吗 这丫头在一次领约途中 结词了一个姓袁的混蛋 那人一看就是个阴险刻薄 自私的小人 不管我跟他妈怎么反对 怎么劝述 他就职不停 最后 干脆跟这个姓袁的跑了 两年 两年了 他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那您为什么不是找他呢 我找他干什么 他都拿个姓袁的死在外面好了 最后别回来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错谤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错谤啊 我希望呢这个化妆品牌 能够在我们的营销策划下 能够跟SK2紫胸堂啊 国际上的一流品牌能够 你猜对了 清晴和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 从小失散的兄妹 她们是情侣 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 装模作样装成兄妹来欺骗安琪 总之 我觉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高飞 你不能再让原来接近安琪 知道了 安琪什么时候出院 今天下午 今天 我现在去找他 挂了 高飞 替我保护安琪 别让他带出危险了 知道了 放心 明明就知道我受伤了 还不来看我 还说什么 关心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才不愿意他呢 你 我已经知道了 送了 好 你 我 你现在让我放弃 求你放过安琪 他救了我的命 就在几分钟前 我还在犹豫 是不是该让他彻底消失 可是下一刻 他却又自己的身体 替我挡住了刀子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不吃滋味吗 算了 我知道不论我出什么 你不定地去 如果你要继续完成你的结婚 算上了 他出院了 不是下午才出院吗 什么时候 谁接的 我不太清楚 他说他朋友来接他 反正他就 现在可以 小飞 段妈妈 安琪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 听他爸爸说 原来去接他出院 我也以为她早回家了 她和原来在一起 是啊 你找到有事啊 没事 我再找找 对了 段妈妈 有件事您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安琪其实特别在意您的话 上次被赶出家 她特别难过 这次能再回到这个家 以她的个性 甚至会倾行自己受了伤 我知道我是外人 不方便多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 如果这次能接她出院的是您 她一定会特别高兴 另外 原来不是表面上看得偏偏君子 如果您也在言起的话 还是劝她离原来远点比较好 你这是干吗呀 你这是干吗呀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不勉强你何必要走啊 我累了原来 我倒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离开家 离开爸妈 我以为我们永远可以像刚认识的时候那样 快乐 幸福 可你看看现在的我们 还有快乐吗 你心里眼里只有复仇 不知道 我心头都是你 真的 你之前答应过我 你会一直跟我在一起 你不能反悔啊 我是说过 我说过我会帮你完成心愿 可我现在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你的计划遥遥无尽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 我在乎你 我在乎你 我爱你 你说我 你不能离开我 你不能 你放开我 我不要再跟我这种危机 再生死了 我要危机 人家 彩虹 你不能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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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这样 你只会不会离开我 你现在要离开我 你都没有离开我 你不离开我 你不忍不忍你 我没有离开我 姐是什么 原来 我怎么可以这样 怪不得 晶晶会说是我挡在你们中间 原来你们 你和她怎么样我管不着 但拜托 别把我牵扯进来 安琪 安琪 我和晶晶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什么很重要吗 你和你妹怎么样随便你 但你拜托 别说你喜欢我 别把我当挡箭牌 每个人的身体里 都有两个自己 一个在两面坚强 依靠我在心底 如果时间够长了 就能看清晰 我不会放弃 每天简单的爱 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爱并不是 谁能期待谁 可是我 想帮你惦记 想帮你惦记 梦外的心酸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离不她的错 旅途的美君还有很多 何必顾止 我们身材的残破 可以的话 转过身看看我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枷锁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愿望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愿望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